就聞到那個煎魚的香味 哇天啊 然後呢後來又聽到那個嬰兒的哭聲 然後就慢慢走那一條巷子 就一直看到大家黃昏時候的那個生活 然後有人就坐在門口聊天 然後小朋友放學回來 然後就會 其實本來我想要寫是寫那一條巷子的味道這樣子 可是我不知道後來就昨天 其實這首歌是昨天臨時想的 然後今天在公車上就完成這樣 然後就想說 其實比較想寫的還是 其實這類似的情景 其實自己之前有寫過一點文章也是類似就是 好像回到家裡其實 你最想要等待的是有一盞燈幫你開著 然後等一位家 對 然後就想寫這樣 其實每一個廚房都會有一位 好